李长庚暗暗计较了一番 转向朱刚烈 刚烈啊 最近有个起伏的机会 看你有没有兴趣 朱刚烈一正 玄机大喜 哟 哟 这破地方老子早憋坏了 那些凡间女子 没一个 李长庚咳了一声 朱刚烈这才意识到不妥 改口道 呃 老 老朱是说 那些凡间女子 助我魔力过道心 如今我伐毛洗水 洗心革面 可以挑更重的担子了 你真要挑担子 那是自然 多重都行 李长庚随即将计划 说了一遍 朱刚烈一听 惊疑不定 男男说这是陛下的意思 李长庚一指那耙子 你自家努力 修行上去 他老人家 不是更高兴吗 朱刚烈心领神会 连连点头 李长庚心想 就他这位索皮姓 嫦娥尚且要被骚扰 附近的凡间女子 只怕更是不堪其容 这次如果能将其弄走 也算是一桩顺手善事 于是他拿出鱼图 袖手一指 头一桩要警示 你赶紧搬家 就去福林山云战洞 那里是去惊人必经的路途 你搬过去以后 洞里坐得旧一点 别人问起 就说你已盘踞多年 其他的 等我指示 朱刚烈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反身就走 交代完这边的一切 李长庚匆匆又回到启明殿 正赶上织女还没走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枚玉剑 对他说 帮我送趟文书给文昌帝君 加急啊 织女一看 哟 居然是钦词 钦词和接铁内容差不多 都是记录九天 十届珠般变化 不过接铁是给大众阅读 钦词要先在文昌帝君这里整理汇总 然后向上道送 只有三清四地 罗天 朱仔才有资格看 织女挺纳闷 平时启明殿都是让直殿的道童去送钦词 怎么今天 李殿主指名让他去送 李长庚没解释 说这是急事 你去跑一趟 然后可以提前下班了 织女挺高兴 抱着文书 喜滋滋去了紫童殿 文昌帝君 一看西王母的小女儿 亲自来送 自然不敢怠慢 他接过钦词一看 里面是讲五行山 玄奘收徒的事 基本上是把观音的接铁 抄了一遍 便顺手搁到一摞 钦词的最上头 织女离开紫童殿 高高兴兴去却侨会了 李长庚却马不停蹄 静止找到观音 掏出预解 说我把第十二男的护法方略 调整完了 这第十二男用的锦囊 叫除暴安良 讲玄奘师徒路过高老庄 遇到一头野猪精霸 战村中女子 玄奘怜民百姓之苦 派出悟空大战野猪精 将女子解救出来 在百姓千恩万谢中 继续西行 观音这次看得很细致 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两遍 责责称赞 说这一男设计得好啊 既显出玄奘慈悲之意 也兼顾孙悟空斗战之能 而且斗战点到为止 不会宣兵夺主 分寸感极好 李长庚淡淡点了下头 那我就照这个去安排了 观音拦住他 这个野猪精 是当地的妖怪吗 李长庚说 对 洞府就在高老庄隔壁 住了好多年了 观音还是有点不放心 我怎么没看见野猪精的结局 你打算让他被悟空一棍子打死 还是放生 我们洛家山可再没有多余编制了呀 提前跟你说 看得出来 他这是被黑熊惊坑怕了 李长庚笑道 自然是放归山林 许他点修炼资粮就成了 这都不必细说 观音这才放下心来 让他放手去安排 李长庚拜别观音 下凡到了福林山 见朱刚烈已经把洞府安顿好了 便在附近找了片开阔地 起了个高老庄 过了几十个凡人填充其中 伪座定居多年的样子 一直到玄奘和悟空远远走过来 他才骑鹤远去 回转启明殿 盘坐继续修持起来 也就一炷香的功夫 李长庚忽悠感应 缓缓睁开眼睛 只见一道带着火花的飞符 刷得飞入殿内 他嘿嘿一笑 来了 飞符是观音所发 言辞间颇为急切 老李 你怎么搞的 那野朱金 怎么给自己加戏 主动要拜玄奘为师 李长庚还没回复 只见启明殿口突现霞光 原来观音 已经气急败坏 找上门来了 他脸色铁青 现出了牵手本相 回旋舞动 可见气得不轻 李长庚不带他质问 先迎上去问怎么回事 观音扶起怒容 那头野朱金一见玄奘 立刻跪下来磕头 说是我安排的取经弟子 等师父等了许多年 玄奘联系我问有没有这事 我才知道出了这么大篓子 老李 这可何说好的 不一样啊 李长庚一贪手 方略你 也是审过的 根本没这么一段 恐怕是那头野朱金听人说了取经的好处 自作主张吧 不是老李你教的吗 观音不信 牵手一起指过来 李长庚脸色不悦 你让玄奘直接锯了这头孽畜便是 我绝无二话 观音 常常叹了口气 现在这情况 不太好剧啊 有什么不好剧 这野朱金连大事 你都敢编判 直接雷劈都不多 观音 责了一声 一脸无奈 老李你忘了 玄奘身边 还跟着三十九尊神仙呢 李长庚道 那不正好做个见证吗 观音不知道 这老神仙是真糊涂 还是怎么 压低声音道 如果我现在去高老庄 当面宣布 那野朱金所言不实 那几个护胶前蓝 四只公曹会怎么想 哦 他主胆包天 是该死 但高老庄这一场劫难的方略 是观音审的 太白精心具体安排的 现在出了事故 是不是说明 你们没有严格把关 是不是也要负点责任 那些家伙 自己不干活 挑起别人错处 可是聚足了神通 李长庚心中微微冷笑 都这时候了 观音还不忘记 把黑锅朝起名店挪一挪 指望自己跟他陪绑 他一缕胡须 稳稳道 大事莫及 来 来 坐下 我们商量一下 总会有两全之策的 观音说 哪有心思坐下聊啊 咱俩赶紧去现场吧 他正要催促 忽然手里的 郁静平微微颤抖 他瞥了眼瓶里的水波涟漪 脸色微变 一手端起水瓶 一手拔下柳枝 另外 两手冲李长庚 做了个稍等的手势 同时一手无耳 一手推门出去了 李长庚也不急 回到暗机前 慢悠悠坐着前面济南的报销 过不多时 观音回来了 脸色要多古怪 有多古怪 他急走几步到镜前 几只手 同时拍在暗机上 老李 你是不是早知道 朱刚烈是天鹏转世 李长庚微亚 那朱金是天鹏 不可能吧 天鹏当年在仙界帅气得很 怎么会转成这么个丑东西 你真不知道 观音盯着他的脸盯了半天 李长庚胡须一根不抖 坦然道 平道已道心发誓 今日才知道这一层跟脚 观音不知李长庚是在誓词上玩了个花招 信信把大部分手臂都收回去 李长庚问 大事又是从哪里知道的 这事已经惊动就疯了 阿难代表佛祖传来法旨 说玉帝送了一尾龙门井礼给灵山 说这水雾与佛有缘 特送法价前听奉 李长庚装糊涂 这是跟天鹏有什么关系 观音有点抓狂 没关系啊 可这么一件没关系的事 佛祖特意转告我 这不就有关系了吗 啊 观音气呼呼说道 刚才我又联系了玄奘 他确实看见那朱金手里有一柄九尺钉耙 银有金光 可不就是天鹏那把上宝庆金吧 李长庚惊道 这么说 这天鹏静是玉帝跟佛祖 朱刚烈虽无缘法 但造化到了 观音作者牙花子说 这种涉及高层博弈 不必点破 玉帝只是送了一尾井礼 佛祖也只是转达给观音 两位大能均位之一词 全靠底下人莫会 以观音之聪锐 自然明白上头已经谈妥了 但这种交换不能宣诸纸面 所以得由他出面 认下这个继承事实 慧眼识诸 成全诸刚烈的原法 万一哪天诸八戒出了事 追究起责任来 那自然也是观音决策失误 他拼命把李长庚扯进来 是想一起承担风险 李长庚想到这里 看了眼观音 他的脸色奇差无比 不只是因为这个意外变故 甚至不是因为这道法旨本身 而是因为这道法 只不是佛祖直接说的 而是阿南转达的 这本身就隐含了不满 阿南还说什么了 李长庚问 说我办事周全 事事想在了佛祖前头 把玄奘弟子先一步 都准备周全了 观音面无表情回答 李长庚暗自吐了吐舌头 阿南这话说得真毒 看来灵山内部也挺复杂的 对了 老李你当初怎么想到 找朱刚烈的 观音由不死心 一定要挖出这事的根源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